这次配电脑有出了很多问题 首先是水冷 水冷我们换了好几个 最终换了另外一个牌子 解决问题了 那没有造音了 然后后来我们这个主板 其实有出了过一次问题 也找机能换了一次 主板出现什么问题了 就是我们装CPU的时候 不小心CPU掉进去了 旧款的以前的很多年前的CPU 它的帧是在CPU上面的 而不是在主板上面的 而这次CPU的那些帧 怎么已经转移到主板上去了 所以你CPU装的时候 不小心掉下去 会把主板上面的一些 小小的帧会砸弯 这个应该是砸弯的 刚好有一个地方 是有一个小孔的 一个孔的位置 应该是一个帧 是淡的 或者弯的里面去了 后来我就找京东 弄一下客服 我们说CPU的帧 主板就弯了 这个有没有在换 他答应说有在换 而且你可以申请 滑速的主板 可以申请一个月换新 然后我们就 当时就申请 申请后 京东马上就安排人过来收货 收到货收过去以后 他那边就安排一个 工程师给你们检测 检测完没问题以后 他马上就帮我们 进了一个新的过来 我没想到 这个京东会有这么好的服务 应该是说 华硕 会有这么好的服务 就是说你的主板真的有可能会 因为면那里面的CPU的针 特别多密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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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密密密密密密 UP 万一什么东西掉进去 都会砸它 都会把它砸忘 而且他的主板 规患的时候都有防腐 盖 大家搁到的时候 装CPU以后 那个防腐盖会弹 弹出来 会掉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防腐 seç握手 accН的 而以前呢 旧的CPU 带的带都是在CPU上面的 不是在主板上面的 主板是放进去卡�tte的 踩进去的 这次反过来了 所以大家装CPU的时候非常小心 所以华硕和心动服务非常不错 主板有针有弹的话 当然是CPU的针 不是说其他那些插针 这个是可以一个月内申请它的会员以后 它是可以免费换新的 所以我们主板这次就换了个新的过来 然后装上去 我装上去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其他问题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针弯了 我不知道现在没有问题 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还是给他换了一个新的准备过来 而且他们答应也是很换的 所以这个服务 他们的服务真的还是不错 非常点赞 所以大家提个醒 就是装CPU的小型 千万不要收获 不然的话你会 要花个四五天才能换一个新的回来的样子 OK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